你好大家好 我是每天的狗狗一起拆回地团圆餐 就这个状态 OK 那我们现在就拆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买的水果 我拿出来会惊艳到大家 特别复古的一样东西 是不是特别有那种80年代的感觉 这是泡梨 就是那个把那个梨泡着嘛 大家可以看那个罐头里面那个梨 没有包皮 那种小梨就被泡在里面 废话不多说 赶紧试试看 它居然连包装都没有 18年3月7日 应该没事吧 酸粒粒的味道 拿叉子 叉子回来了 我总结了这个好土气 让周这么吃梨 就没法了 然后拿了个叉子冲冲树 这样 那个梨是这样还蛮小的 有点像大的的那个最近特别火的 琵琶 对 我们现在尝一下 闻着是酸的 你已经不知道它是梨了 它依旧是梨的脆感 依旧有梨那么多水分 但它酸的 嗯 真的超酸 另外它就可以放置很久 经常会有人做那种用醋泡的 就是可以泡很久 它肉特别多里面多一点点 没什么好甜我就是很酸 我不知道这个干什么吃 就这么吃吗 也太酸了点 它可能把它挑成一块一块了 当下下酒菜 或者 半什么吃会感觉比这么直接吃好很多 直接吃真的超酸 是甜酸味 但那个甜你刚讲下去是甜味 但那个酸就是后劲的那种酸 就一直持续在你嘴巴里酸 嗯 我刚刚查了一下 这个泡梨呢是云南的一个特产 有没有云南的宝宝吃过这个泡梨 我觉得它真的超酸 你们一般是怎么吃的呢 就直接这么吃吗 然后我看一下它那个成分 就是拿水去腌制的这个梨 拿新鲜水会然后它去腌制 里面还加了甘草 感觉挺健康的 但是它算了 宝宝们如果 谈过这个一定要跟我来交流一下 宝宝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